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讲解明智大学2018年度一期的 日本语教育专业的过去文 今天接着上一个视频 接着讲笔试的第二大题 第二大题是名词解释题 让你从四个词中选两个出来解答 字数不受限制 名词解释题不像答论述题那样 需要答得特别长 只需要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首先看第一个词 Copula Copula简单来说就是指 Da和Desu Copula也叫KG 大家注意写汉字的时候 不要把汉字给写错了 两句话就可以把这个词解释清楚 之后还可以举例说下它的活用 根据情况能活用成 第二个词是 有时候你听一个人说的话 就可以想象出那个人的样子 或者说有时候看到一个人的样子 你能想象出他的说话的方式 同样的一句话 男生和女生讲出来可能不太一样 不同年龄段的人讲出来也可能不太一样 比如说男生在中注词方面会用 Datzei 或者Datzo 而女生呢 在中注词的方面会用 No Yo WaYo Kashira 这些表现出差异的 说话的用语用词 就是 YakuaRi Go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 可以举同样的一句话 男生会怎么说 女生会怎么说 老人会怎么说 小孩会怎么说 那么这个举例要求你事先要了解 在日语中男女老少说话有什么特点 接下来看第三个词 Regista Regista也叫言语使用语 从汉字词的表面上看就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就是言语的使用范围 很好理解的一个例子 就是店员对顾客说的话 比如店员会对顾客说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或者 まいど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等等 这些话就可以说他们有 Regista 第四个词 特改における Top-Down凶理と Bottom-Up凶理 一个是由上往下 还有一个是由下往上 我们在阅读一本新书的时候 通常会先看那本书的目录 通过目录来把握整本书所讲的内容 还有比如说通过运用已有的知识 有选择性的注意重要的部分 来促进对整体的理解 这样的阅读处理方式就是Top-Down凶理 而Bottom-Up凶理呢 同样可以促进文章整体的理解 比如说句子和句子之间 段和段之间都有接续词 或者是接续注词 把它们连贯起来 那么在阅读的时候 通过了解这些 它们之间的关系 对于文章整体的把握 也是有帮助的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 定义啊概念这些 不需要写的跟专业书上的内容一模一样 根据自己的理解 把它们说解释清楚 或者再举一个自己比较熟的具体的例子来答题 这样就可以拿到分数了 好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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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